加入树仁社会系 大家就会认识到世界各地多元的文化 和本地的社区的特征 课程方面 我们有ARP这个铁三角 A 即是Academic Training 社会系提供多元的分析方法 去了解社会原长社会问题 第二就是R Research 社会研究在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保证给同学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它的强项 第三是P Practical 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是企业和社会的关系 文化遗产的承传和保育的问题 很值得留意 在这两方面 我们的课程当中都为同学提供专题的研究 亦都在相关的机构提供实习的机会 从而增加他们的就业的机会 主修社会学的同学 可以在文化、文化遗产与创新 和企业精神和社区的范畴里面 选择一个做专收 在文化、文化遗产与创新的范畴里面 我们会关注医、食、住、行 背后的文化意义、市场的口味 和身份认同的问题 在文化遗产与社区的范畴里面 在文化遗产业精神和社区的范畴里面 同学可以了解到 企业行为和社区福利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老师方面 就有不同的研究领域 比如说企业和社会企业合作 去解决本地的贫困问题 怎样借助一种新的道德消费 和伦理消费的这种社群 让它转变成一种社区友好型的经营方式 这样子的话实现互利 互惠双赢的一个经济模式